这里是火力军的信息频道 今天为大家整理一下 本周最新武器资讯内容 就在今年的12月15日 有关媒体报道称 美国的AGM-183A新型高超音速导弹 已经进行第三次试射 这款新型的高超音速导弹究竟如何 本期视频将在最后为大家揭晓 好了 先带大家看一下 在近期埃及国防展览会中 展出的沙哈帕尔二无人机 这款无人机是由 由巴基斯坦国家工厂和科学委员会 所开发的中型长航式无人机 这款无人机主要能够进行 有针对性的打击监视和一系列情报收集任务 而沙哈帕尔二无人机的开发是 根据它的潜异型沙哈帕尔无人机演变而成的 沙哈帕尔二无人机在体型上要潜异型更大 在一些技术应用上也比沙哈帕尔无人机更为优秀 虽然在设计上和潜异型的一样 都是采用的压式推进器设计 但是在性能上 沙哈帕尔二无人机要更为的优异 例如它在最大身高上能够达到6000米 在持续航程上可以达到14小时 这点比沙哈帕尔无人机要高出两倍 上面也有讲到 沙哈帕尔二无人机也具备攻击能力 根据官方透露 沙哈帕尔二可以在每个机翼上携带激光制导空对地导弹 而且每个机翼能够承受60公斤的重量 但具体是保持在60公斤承载能力 还是超于这个数值并不知晓 而且也不清楚沙哈帕尔二 是否可以在每个机翼使用多个弹药 如果它能够实现这种配置 那么沙哈帕尔二理论上可以携带 像洛克斯坦或者是MAMC微型制导导弹 用以提升自身战力 毕竟在执行一些任务的时候 可以用火力压制对方 也可以用来摧毁敌方重要的军用设备 不过沙哈帕尔二无人机最有可能搭载的是 巴基斯坦自制的激光制导空对地导弹 这种导弹的射程能够达到8公里 重量在45公斤 这款武器能够很精确的摧毁固定 或具备移动的目标 除此之外 上面也说了 它也能进行战场侦查任务 在沙哈帕尔二无人机上 搭载多传感气炮塔 GPS跟踪和控制系统 它能够进行最远300公里的实时数据链 在卫星通信数据链时 能达到1050公里传输距离 下面看一下它的基本参数 沙哈帕尔二无人机长度4.2米 翼展6.6米 最大起飞重量850公斤 最高速度每小时222公里 巡航速度每小时157公里 从给出的数据来看 这款沙哈帕尔二无人机的性能 还是很不错的 而且有关人士还推测 这款沙哈帕尔二无人机 和卫星的BREAKTA T-B2无人机的性能很相似 在前端外形上 两款无人机都是采用的压抑布局 可能在配置也会和 BREAKTA T-B2无人机有些相似之处 但能否超过BREAKTA T-B2无人机 还处于未知 让我们接着向下看 在2021年12月 有关媒体报道称 埃及将会采购韩国的K9榴弹炮 这个计划谈判是在埃及首都举行的 EDEX大型国防展览会上进行的 在这个谈判中 埃及想要采购K9榴弹炮 和K10弹药补给车的想法 其中还有生产火炮系统的技术转让问题 埃及看中K9自走炮也是不无道理的 韩国的K9自走炮 可以说在性能上是非常不错的 这款K9自走炮 基本构型发展自M109自走炮 即德国联邦国防陆军的PCH2000扣 成为全球第二种使用 155毫米52倍净炮的自走炮 从这点就能够看出 这款K9自走炮的性能之强 下面看看它的基本参数 K9自走炮重量为47公吨 长度12米 宽度3.4米 高度2.73米 载员5人 主武器使用的是155毫米52倍净榴弹炮 这款主武器还采用了半自动垂直滑气式炮栓 和大型炸装炮口制退器与炮糖排烟器 用来辅助主武器 其动力系统能够达到1000匹马力 速度能够达到每小时67千米 作战范围500千米 悬挂采用的是液压气动悬吊系统 这能够让它在复杂的山路上具备极强的稳定系统 在副武器的配置上则是采用了一挺12.7毫米口径的M2伯朗宁重机枪 配备这种副武器在近距离的防御反击上基本是不用担心什么的 毕竟M2伯朗宁重机枪可是经过时间所印证它的强悍 如果埃及真的采购到K9自走炮和技术生产权 可以说埃及的武装力量将又会提升一个阶层 另外就是这款K9自走炮将会设计出一款全自动型的无人型号 目前这个无人自走炮还在研制中 官方曾表示它将会在2025年完成 大家对其有关注的可以再等一段时间 好了下面带大家看一下期盼许久的AGM-183A型超高音速导弹 这款武器是在2018年美国空军向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授予4.8亿美元的合同 开发一款超高音速武器用来装备在空军战机上 这款武器的性能从透露的信息来看是非常强悍的 它的作战范围将达到1600公里 其射速能够达到20马克 从这款透露出来的性能来看 它将又会成为美国右翼尖端武器之一 因此在2020年的2月美国高层将这款高超音速武器的资金增加了23% 在一个月后美国国防部还表示 美国已经准备好将高超音速助推华翔武器投入使用 但是偏偏在2021年的4月5日 美国空军首次对AGM-183ARRW助推器进行飞行测试时出现了意外 在进行测试时导弹并未按照规定设计成功释放 导致首次测试失败 于是基于这次失败 美国空军在时隔三个月后 先对AGM-183ARRW搭载的弹头进行了杀伤力测试 这次测试非常的成功 但是关于这次测试结果并未向外公布 而是处于保密状态 很有可能这次测试AGM-183ARRW搭载的弹头威力太大 导致不能公开 因为上次助推起飞行试验的失败 在2021年7月28日又对AGM-183ARRW助推器进行了测试 这测试导弹虽然成功释放 但是助推器并未按计划成功点火 导致这次的测试也宣告失败 而后又经过四个月的改进 在今年的12月又展开了第三次测试实验 但是根据相关新闻报道 这次测试的实验也宣告失败 而具体失败原因官方也并未通知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款超高音速武器 在经过这几次失败后 在下一次的试射测试中 将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 所以美国空军还要再等待一段时间 才能正式的装备这款先进的高超音速武器 就在2021年的12月 埃及采购德国四艘潜艇中的最后一艘潜艇 已经完成交付 这艘潜艇究竟有什么性能 将会在本期视频为大家介绍 话归正题 先带大家看看 在埃及IDEX展览中展出的新型军用装备 它是一个全新的中型战术车 简称为MTV 这款新型战术车是由伊威克所开发 它由伊威克经过多年畅销车中所总结的经验 开发的一款中型战术车 这款战术车和之前所销售的轻型车辆仪 是一款多功能车辆平台 它能够有效地适应各种环境 帮助士兵完成一些任务 让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基本参数 MTV全长5.76米 全宽2.43米 高为2.73米 轴距为3.46米 离底间隙为350毫米 所搭载的是一款NEF67EU3柴油发动机 马力可以达到276匹 在公路最高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90公里 最大续航里程能够达到600公里 并且MTV还能够应对30度至80度的边坡 而涉水能力可以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进入0.75米的水沟 它的底盘是采用经典的梯形底盘 原本设计打算采用独悬的 但是因为成本问题 就使用了带有阻尼器的防倾斜杆的弹簧悬架 而在保护措施上 目前官方还没有告知 在成员运输方面 可以承载两名驾驶 外加四名士兵 此外还能在车顶加装武器装置 比如可加装一顶12.7毫米口径的M2波浪凌重机枪 配备这种武器能够应对一些突发状况 目前MTV平台已被荷兰国防部选定用于装备军队 预计将采购1200辆MTV 其中120辆将会配备遥遥控武器系统 而搭载这种设备将会大幅度提升战力输出 而从这个购买计划来看 这个项目可以说是过去十年来 欧洲最大的多功能车辆采购计划 而这个采购计划 以为可已经与荷兰国防部完成的合同签订 首批订单将会提供918辆中型多用途防护车辆 这款中型战术车 因为目前并未有太多的数据公开 就先讲到这 有对这款战术车有意思的可以多留意一下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在近期埃及武装部队发言证 埃及在2021年12月13日 收到了德国制造的S-44潜艇 根据媒体表示 这艘潜艇已经从德国基尔港 抵达亚历山大海军基地 这艘潜艇的到来表示 埃及海军的战力将又会进行提升 可能在世界排名上又进一步 其实在2016年至2020年间 埃及已经接收了三艘同类型潜艇 它们分别是 在2016年12月收到第一艘S-41潜艇 在2017年8月接收了第二艘S-42 2020年4月又接收了第三艘 如今又在今年接收了S-44潜艇 而关于这四艘核潜艇的耗费 有关媒体曾报道过 埃及是以14亿欧元的价格采购 带大家看看这艘S-44潜艇基本数据 它全长64.4米 全宽6.5米 池水深度6.2米 排水量可以达到1586米 它在动力上采用了柴电引擎 其马力可以达到6100匹 在水上速度可以达到11.5节 在水下速度可以达到22.5节 S-44潜艇还能够在水下航行50天 在它的艇内做120枚电池组成的电池组 分布在潜艇下层的指挥室前方后方 用来提供日常的供电需求 续航可以达到11000海力 潜水深度能达到500米 在人员搭载上 S-44潜艇能够承载30名船员 而在武器装备上 则是搭载了8个553毫米鱼雷发射管 和14枚鱼雷 也可以加装一些 潜射性的UGM-84鱼叉反舰导弹 不过想要加装鱼叉反舰导弹 需要对潜艇进行一些改进 才能够进行加装 而这款UGM-84鱼叉反舰导弹 在性能上还是非常不错的 它的作战范围能够达到315公里 发射速度可以达到0.85马克 制导系统采用的是主动雷达导引 可以说是性能非常强悍 S-44潜艇虽说装载的武器不多 但潜艇的任务本就是在打击敌军时 出其不易 打完就怎么 并不是持续和敌军进行交火 而这种型号的潜艇 还能进行情报侦察任务 获取敌方军事布局 可以说有了这四艘潜艇的加入 埃及在海军战力上大幅度的提升 下面让我们再看一下 法国采购的119辆VBMR格里芬轮式6x6装甲车 法国之所以采购这款VBMR格里芬装甲车 是为了取代法国陆军现有的VAB轮式装甲车系列 这个采购计划是2017年开展 首批VBMR格里芬装甲车是在2019年进行交付 当时一共交付了92辆VBMR格里芬装甲车 而且法国陆军打算在2030年 决定为陆军装备近2000辆VBMR格里芬装甲车 都可以看出法国对这款装甲车的喜爱 这款装甲车的配置是非常不错 VBMR格里芬装甲车的重量为24.5吨 相比与VAB6x6装甲车而言 重量虽有所增加 但是在防护甲上却是提升的 另外在装甲车的内部设置也是非常先进 例如在舱内配置了三套电子终端 能够为驾驶员、武装控制员和副驾驶 提供各自所需的信息 也可三台进行数据连接传递信息 这能大幅地提升作业效率 另外在驾驶员之域 它还配置自动挡控制的一些其他 简单的操控按钮 而在驾驶员座位后部 还设计有情报员控制席 能够为驾驶员提供多元化的战场行动 而在舱内的成员座椅 是采用了吊栏式设计 就可以让座椅进行折叠 在运载方面 最多可搭载8名全副武装的士兵 而在VBMR格里芬装甲车的顶部 还配置有遥控武器系统 这个系统能够搭载7.62毫米 或12.7毫米的机枪 也可以选择搭载40毫米的 自动化榴弹发射器 另外 VBMR格里芬装甲车 还能额外添加两枚反坦克导弹 这能够让它在面对其他装甲车时 也能起到有效的杀伤力 此外 VBMR格里芬装甲车 还配置有固定式的烟幕发射器 和独立式的光电关瞄装置 装备烟幕发射器 主要是为了在特殊情况下 能干扰对手 而光面电关瞄准装置 则能够为装甲车内的驾驶员 提供战场上的变化 此外 VBMR格里芬装甲车 还能选择性的加装防护地雷保护措施 用于增加装甲车的防护能力 下面看看它的参数 VBMR格里芬装甲车 宽2.5米 高3米 而动力则很可能是使用的柴油引擎 具体官方并未给出 但却告知它能够提供400匹马力的输出 最大速度能够达到每小时110公里 最大行驶范围能够达到800公里 这款装甲车的性能非常不错 据最新消息 俄罗斯最新洲际弹道导弹萨尔马特 将在明年1月底进行首次完整飞行测试 此次将是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 进行首次完整发射 将会测试萨尔马特导弹的所有项目 弹头模型预计将会落在军事靶场的御顶区域 在此之前 俄罗斯已经对萨尔马特洲际导弹进行过投掷测试 其中包括测试从发射井进行导弹的冷发射 以及启动发动机的第一级等内容 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最早出现在2009年 研发目的是为了替代即将退役的R-236M2萨弹洲际导弹 是由马克耶夫导弹中心赢得项目竞标 负责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的预言工作 在2014年 俄罗斯国防部宣布新型导弹系统预计将在2020年左右进行部署 导弹代号为RS-28 此前在2019年举办的俄罗斯军队论坛上 军方就曾披露出萨尔马特洲际导弹的部分规则 其中包括其有效载荷达到10吨左右 射程高达18000公里 弹载燃料重达178吨 萨尔马特洲际导弹采用液态火箭发动机 拥有比冲高的特点 其单位中推进机产生的推力更大 能够通过高空轨道变化来应对目前主流的导弹防御系统 可以携带10枚重型或者15枚中型分导式核弹头 同时在面对不同距离的打击目标 萨尔马特导弹将会配备不同等级的装药弹头 并且还能在此基础上拥有盈余运力携带足够的诱饵装置 以此提高导弹战场生存能力 另外高超音速导弹作为俄罗斯近年来的发展重点 也让萨尔马特导弹拥有了更加锐利的箭头 除了能够携带诱饵装置以外 萨尔马特还可以携带一系列载入式飞行器 包括先锋高超音速滑翔载具 萨尔马特与超高音速武器的配合使用 将会使北约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面临比以往更严峻的考验 不仅需要应对预警时间缩短 弹头轨迹更加难以捕捉的问题 也有可能迫使北约考虑升级其系统内的标准系列防空导弹 萨尔马特重型洲际弹道导弹 被北约称为撒旦二型 之所以起名撒旦 主要是因其具备魔鬼般可怕的威力 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的最大特点 是拥有巨大的重型分岛式战斗部 15个分岛式核弹头可以打击700x800公里的辽阔区域 这大概相当于法国的总面积 俄罗斯战略导弹部队司令分析 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第一团将于2022年底 在乌尔尔导弹师开始进行战斗之起 目前该师正在为第一团准备基础设施 正在为飞行测试做准备 下面是关于美国海军的最新资讯 据美国媒体报道 近日波音公司已经成功在美国航母上实验了 MQ25次摇无人机 报道称此次测试的目的是为了确定能否将MQ25次摇无人机 成功整合到航母的运行中 同时评估甲板系统在白天和夜晚条件下的功能能力和控制重量 此前波音公司就已经完成MQ25次摇作为空中加油机的测试 完成对F35C超级大黄蜂以及E2D预警机的加油测试 此次舰载测试的内容包括让MQ25次摇进出机库 使用升降机把MQ25次摇在甲板和甲板下的机库之间进行调度 最初美国海军是为了研发一种能够整合到航母运行体系中的无人机 能够承担起执行信息传输、监视和侦察任务 充当舰队的眼睛与耳朵 深入战区深处提供最新信息 突出在情报方面的巨大作用 以此来协助航母战斗群指挥员快速做出决策 由此研发出MQ25次摇无人机 其前身是X47B舰载无人攻击机项目 机体有较为平滑的线条结构 突出倾斜尾翼外部特征 采用了众多的隐身材料 机长15.5米,翼展22.8米 在舰上折叠状态时为9.5米 采用劳斯莱斯涡扇发动机 最大起飞重量20吨 当MQ25次摇无人机作为空冲加油机时 由于取消了驾驶舱和弹舱 载油量达到6.8吨 能在距离航母930公里的海域上空为多架战斗机加油 这样将大大增加舰载机的作战半径 以美国舰载机大黄蜂为例 目前的作战半径为735公里 在MQ25舰载加油机的协助下 其作战半径有望延伸至1300公里 目前美国海军的超级大黄蜂战机 有20%到30%用于空中加油 如果MQ25次摇舰载加油机投入使用 这样的情况有望得到彻底的展变 按照计划 美国海军预计将采购40到60架MQ25次摇无人机 远期还将装备40到60架 随着MQ25次摇无人机的测试逐渐成熟 可以预测到未来的航母舰载战斗群 无人机将会发挥出越来越大的核心作用 根据俄罗斯东部军区最新消息 该军区驻布里亚特的军人 列装了最新便携式防空导弹系统9K333柳树 这是由俄罗斯科洛姆纳机械设计局所研制和生产的 第四代便携式红外巡地地对空导弹系统9K333 是俄罗斯国防部火箭炮兵装备总局的代号 而北约代号为SA25 其导弹本身被称为9M336 柳树的研发最初就是作为9K37帧系列的替代品 不过柳树是一套全新专案而不是改良产品 主要新功能包括多光谱光学制导头 具有三种传感器 分别是紫外线 近红外和中红外 以9K338超级帧 还有多一种传感器 并且红外制导头经过升级加强 与真系列防空导弹相比 柳树防空系统在灵敏度与抗干扰能力上 相较前者都有大幅提升 柳树首度配备了全新的光学瞄准 及自动制导弹头 并且同时具备独立在紫外线 近红外线和中红外线三种波段的条件下工作 从而获得捕捉到有关目标的更多信息 三个独立工作的传感装置 是可以相互校准 剔除虚假的热信号源 使敌飞行器投放的优耳弹无效化 俄罗斯经过大量测试表明 柳树便携式防空系统能够非常精准地摧毁多种目标 包括模拟假响敌的无人机直升机甚至是战斗机 无论是在迎投射机还是在尾随打击等方面 柳树防空系统的最大攻击距离和高度都非常可观 水平打击范围在500到6000米 垂直打击范围在10到5000米 在此之前 目标指示一直都是便携式防空武器系统面临的最大问题 而此次俄罗斯相关人员透露 此次俄军在实践中演练了 以自动化控制系统远程操作这种单兵武器 有了新的自动化控制系统 柳树不仅能摧毁单一空中目标 还能应对编队空系 2018年2月 台湾高层领导在陆军关渡地区指挥部 淡海营区视察 目睹了台湾部队仍在操作服役超过20年以上的 CM11永虎式坦克与M60A3主战坦克 不仅装备老旧 也对装甲士兵的安全性造成了一定的威胁 看到这种情况 台湾决定要加快购买新坦克的进步 2021年12月21日 在台湾陆军装甲兵训练指挥部 在新竹坑子口训厂进行战车排砖精训练 在这次训练中为了结装新型主战坦克 还在现场进行了训装部坑子口训练厂整建工程 且已完成环平水保等程序 预计在明年会正式开工 有关台湾引进M1A2T战车的一些细节 在我们视频的最后会进行详细讲解 对于台湾购买M1A2T战车 在今年的10月7日 台湾陆军官网就发布了相关信息 标题为M1A2T战车采购说明 并称 随着M1A2T的交付 将大幅度提升地面防御作战之能力 且还配备了两张图片 第一张图片表明了M1A2T主战坦克的作用 还有着快速机动能力 能使得陆军快速掌握战场主动性 同时随着M1A2T主战坦克的交付 可以淘汰掉一些台湾比较老旧的创备 提升整体战斗力 也提升了联合效能作战 且还可以部署在一些较为重要的地区 用来巩固中区的安全 而第二张图则是在说M1A2T主战坦克的一些优点 如火力大 防御强 指挥加机动快等 M1系列是美国如今现役最强的一款主战坦克 它几乎参与了几年来所有世界战争 M1A2更被称为世界最佳坦克 该坦克重57吨 全长为9.8米 宽3.6米 最快速度每小时6.6公里 最大行程465公里 主炮为一门120毫米44倍 进滑膛炮 副武器有三挺西枪 以及位于主炮侧边的烟雾发射器 值得一提的是 M1A2的故障率也相当低 M1A2主战坦克的电子化程度很高 它可以自动检测车辆的故障情况 且它所安装的电子传感系统提高了车辆本身的目标识别能力 以及与队友坦克的信息传递能力 同时还配有最先进的指挥控制通信系统 如战场管理系统可以自动提供双方部队位置 后勤信息 目标数据和命令等 自主导航系统能使得M1A2通过GPS卫星定位系统 快速精准标定本身所在方位 且在它的车掌位置还装有独立热像仪 使得车掌不论日夜都无需与炮手共享主瞄准器搜索目标 且如果车掌发现更具威胁的目标时 可立即通过按钮式炮塔转向新目标 并交由炮手瞄准及开火 大幅提升了M1A2的搜索目标能力以及反应能力 在应对突然出现的高威胁性目标时 也有更快的反应速度 且具备了猎尖作战能力 且在能见度很低的情况下 也具备雨滴交战能力 这也是该坦克的主要特点之一 在装甲防护上 它选用了反弹能力极强的贫油装甲 这种装甲属于复合装甲 在原有装甲基础上 掺杂了些贫油合金 所以叫贫油装甲 而M1A2所使用的为新一代贫油装甲 这种装甲的防护力极其强大 从M1A1上能体现出来 在海湾战争中 美国派出了1848辆M1A1参战 而在整个战争中 美国共有23辆M1A1 被弹药命中或者触雷 但仅有9辆被摧毁无法修复 且这9辆中有7辆是毁于有军物机 两辆是在战斗中陷入了泥沙无法动弹 后因脱臼不易 而遭美军自行摧毁 其余14辆虽然也有创伤 但回去后修复之后仍能继续服役 最重要的是 在这场战争中 美国士兵所驾驶的M1A1中 并未有人员允命 这其中就包括被敌军 或者友军击中的所有坦克 而M1A1安装的 还仅是第一代贫油装甲 由此可见 这种装甲的防护力是多么强 关于进行新型坦克 台湾早在2000年时就曾想过 并提出了相关计划以及方案 当时台湾打算引进 200辆新造的M1A1 但因为经费分配等原因 该计划最后被搁置 后因购买 AH-64与UH-60直升机 导致坦克太换案 只能再次被搁置 直到2015年 台湾提出了锐杰项目 这个计划依然是引进M1A1 但为了压低采购金额 将原本计划采购的 200辆新M1A1 改为了先购入 120辆美军库存的M1A1 然后再进行翻新与升级 并打算以此替换 台湾北部的两个装甲兵 用于增强主要城市的防卫能力 之后再决定是否要购买 80辆提升型M1A1 但在2017年时 该计划又因其他项目的安排 最终被取消 并改为了M60A3 TTS性能提升案 由中山科学研究院负责性能改进 但由于大幅改良M60A3的单价 比采购全新的M1A2坦克更高贵 导致最终这个计划也没有成功实施 直至2018年2月时 台湾高层领导 在陆军关渡地区指挥部淡海营区视察 目睹了台湾部队仍在操作服役 超过20年以上的CM11永虎式坦克 以及M60A3 于是关于引进M1系列坦克的计划 才开始明朗化 不过由于此时M1A2T 所使用的AGT-1500燃气涡轮发动机已经停产 如果想要采购 那只能重启生产线 但这样单价无疑将会更贵 而很不碰巧的是 美国此时对于LV-1005发动机的换装计划 却因为预算删减而遥遥无期 所以台湾曾计划为新购的M1A2换装柴油发动机 但由于订单只有108辆 也未确定后续有增购计划 如此全世界将只有108辆 采用柴油机的M1A2坦克 且换装也要付研发和测试的费用 这无疑将增加订单采购单价 显然是行不通的 不过随后美国又表示 AGT-1500燃气涡轮发动机 还有全新存货且数量足够 在得到这一消息后 台湾果断放弃了换装柴油发动机的计划 继续选择使用AGT-1500燃气涡轮发动机 虽然燃气涡轮发动机 对沙尘的适应能力 被认为不及传统活塞发动机 但多年来的使用经验显示 AGT-1500燃气涡轮发动机 因为沙尘而损坏的机会很低 而且美国在沙漠中使用的M1A2 也还都在维持正常运作 台湾的气候不像中东那样 故而对于这个发动机还是较为满意 2018年7月初该计划正式定案 且该计划的预算也在同年的8月编列完成 并打算以此取代CM11永虎和M60A38顿 台湾表示新购的M1A2是新造车 虽然车壳部分以及发动机是过去生产的库存品 但都从未被使用过 而其他零部件则都是最新生产的 2019年7月8日 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发布新闻稿指出 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出售108辆M1A2T主战坦克 并包含相关设备弹药配套以及训练设备 目前雷神公司已向台湾提出为M1A2 加配TUSK、SEP及速杀系统的包件 并打算更换液压悬吊及减重装甲 以增加坦克在台湾地形上的机动能力 但具体的实施过程到现在仍未有定案 有媒体报道台湾也在争取购买主动防御系统 以提升M1A2的战场生存性 未来会并案或以另案处理 首批18辆M1A2T预计于2022年与美国交货 由于使第一批陆军的种子教官 会在美国完成接砖后再运回台湾 预计2023年上半年会运抵台湾 但目前又有消息称 首批交付的M1A2T主战坦克将提升至38辆 并在2024年会直接运输到台湾 2025年时交付42辆 2026年时交付28辆 虽然首批M1A2T主战坦克的交付时间晚了一年 但整体时间并未有变化 依然是2026年时完成全部交付 这次购买的108辆M1A2T主战坦克 总金额达到了405亿2415万9千元新台币 换算下来单价为每台3亿7千万左右 大家认为台湾除了这108辆M1A2T以外 还会再进行增购吗 欢迎打在下面的评论区 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